洛杉矶时间3月10日 2019比弗利艺术与时尚设计慈善贡献颁奖典礼 在比弗利山庄BHWC隆重举行 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 揭晓表彰了对艺术、设计、慈善年度贡献的获奖嘉宾 强调赢得殊荣的各界人士自身的超群才华 以及赋予他们更大的鼓舞和力量 并通过他们的卓越形象影响激发大众投入社会慈善事业 当晚的活动特邀MarioMax王子单纲主持 华语国际知名主持人周正以及美国资深主持人David Davenport共同参与 颁奖典礼由著名歌手格莱美奖提名得主Maxime Nightingale 领先众多艺术家纷纷登场现役 由全球3亿人关注最火的时装设计师Honey Personnel带来的时装设计表演秀 更是把晚会推向一个一个的高潮 JMK模特学校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作品也特别亮相 此次颁奖中唯一的一位华人画家洪波 在全美几十位艺术家提名中脱颖而出 荣获卓越艺术与慈善贡献奖 洪波旅居洛杉矶是一位非常有传统绘画功力的画家 并以创新用中国水墨技法画美国山水的成功实践 祥韵御谈 他不但是有成就的艺术家 同时也是一位有情怀热心工艺的慈善家 用艺术传递爱心树立华人的新形象 当晚知名慈善家BHWC总裁Karen Katruel公主 和比伏利山庄新任市长John Mirage 给洪波先生特别奔发证书和奖杯 感谢这个大会的邀请还给我颁奖 我觉得更高兴的是通过这次的活动 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洪波艺术 了解我们的中国绘画艺术 我想是我们旅居在美国 推广中国绘画走向世界走进美国 每一个画家通过不同的活动 在做交流的一种使命 出席当天颁奖盛典的还有知名慈善搭档 Alex Harris Rakale Sanchez 著名演员Cary Bernays 以及奥斯卡获得者Christian Cordella 以及众多知名慈善家 郑商名流 格莱美艾美奖获得者等200余位 重量级嘉宾出席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